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9月12日 星期一 這次先和各位網友講講今早的最新消息 首先有街市 竟然有一幅石牆塌下來 事件亦造成意外擲傷人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令B商據了解馬鞍山出現毒品車 情況如何了解一下 我們講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網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次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觀塘瑞和街街市牆壁塔下 紮中食市負責人 腿捕大量出血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觀塘 發生塌場事件 凌晨4時多 瑞和街街市四樓 屬食中心位置 據報其中一檔食市的42歲聖樓負責人 在店舖後面的貨倉位置 工作期間 一幅若莫一米 乘一米大小的分隔牆壁 突然之間塌下來紮中性流的男子腿部 當堂大量出血動彈不得 其他員工稍後發現事件立即報案 救護員到場為傷者止血 再送院治理 現場留下了大攤血跡 一個鎚仔和一把救護用的剪刀 警方正在調查事故起恩 整幅牆壞下來 兼且是一棟分隔牆 據了解傷者送院就夠治 希望盡快好 但這宗意外也比較罕見 說在公眾街市的石牆 按道理就應該有定期的觀察和檢查 突然之間整幅牆壞下來 這次摘中腳 若然摘中頭的話 命都沒有 另一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馬鞍山毒品車遭到隱形戰車斷正 路腰大貨女子和司機買家一同被捕 報道的內文是錦隔馬鞍山發生毒品交易案 凌晨約摸3時 據報警方新界南交通部 一輛隱形戰車 逃經這個遙安村對開的時間 警員發現一輛奧迪紡車停泊在路邊 車旁有一名年輕女子 正和另一個女子疑似交收一些物品 並且於視乎閃燈 響號表明身份 上前折查 警員發現那兩名女子正在交收多包懷疑是霹靂可卡因毒品 於視乎以涉嫌販毒罪名 將新村路腰裝束的22歲出貨的女子 以及39歲接貨的女子拘捕 另外奧迪車上24歲的男司機 亦同樣涉案被捕 警員在女子手袋裡一共起獲50多包懷疑同類的毒品 警犬事後到場搜索涉事的車輪 沒有再發現其他遺禁品 消息指24歲的男司機和22歲的女子適於微視感情要好 東窗事發過後 有人聲稱案件與司機無關 企圖獨戰攬下所有責任 被捕的22歲女子報稱無業 但據知有人聲稱 帶貨可以高達月入10萬元 事件仍然在調查中 究竟男司機是否不知情還是知情 還是未知 那個22歲的女子就說不關司機事 是她 但其實販毒也賀人不淺 若然你把毒品賣給人 也不知道令到多少人家破人亡 所以事件仍然有待調查 究竟司機知不知情 以及22歲的女子的毒品課源又來自哪裡 另邊廂亦有另一宗交通意外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寶馬連衝六盞紅燈 逃避追截到窩打老道翻車 兩男女涉嫌危家偷車被捕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凌晨約3時半 警方在石劫尾街巡邏期間發現一部寶馬私家車形跡可而上前折查 不過司機未有按指示停下 並退車及加速往石劫尾街方向逃去 期間寶馬沿途連衝五六盞紅燈 狂飆到界限街 左轉入九龍堂窩打老道 撕控踩上橋底花槽石膊 當場四輪朝天 車頭無煙 警方追截到現場 立即救出男司機及女乘客 男司機頸部輕傷 女乘客腰傷送院 兩人送院自離 經初步調查 警員發現兩人涉及偷車 生業45歲的男司機涉嫌偷車危險駕駛 停牌期間駕駛 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被捕 而性陳29歲的女乘客就涉嫌偷車被捕 凌晨時份特別多這類新聞發生 幸好追截期間沒有遇到人 連衝五六盞紅燈 是直至鏟上石膊翻車過後 追截才能停止 另一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聯合醫院曾確診的男病人 是擅自離開醫院 醫院方面呼籲公眾協助尋找 報道的來文是錦駕基督教聯合醫院發言人 在9月11日晚 就著一名住院病人自行離開醫院事件 作出兒下呼籲 一名38歲的男病人傍晚約莫6時半 在未有通知病房職員的情況下 擅自離開內科病房 病人在9月4日因為左上福總統入院 同日確診日這個新冠病毒 需要接受隔離治療 直至前日9月10日和昨日 即在檢測陽性後第六日 第七日 快速抗原測試連續兩日陰性 轉回普通病房繼續接受治療 該院發現病人擅自離開醫院過後 隨即派出保安員在全院範圍 及附近地區進行搜索及要求警方協助 至今仍未見到病人蹤影 相關的病人及相關的家人都留意 雖然他第六、第七日快測已經陰性 但不知有何誤會自己離開 據了解醫院發出呼籲並找警方協助 如果是這樣的 很快便便找到這個離開醫院的病人 另一邊相亦也說說這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小孩把快測當成玩具玩 開心說了一句 令到港媽超無奈 網友說真是很慘的童年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港媽在香港討論區 以這個小孩 當快測是玩具玩 為題集發貼文 表示最近家裡的快測套裝用得很快 猜測是因為小孩開學 及老公上班要經常做快測所致 誰知他日前終於發現快測用得特別快的真正原因 原來是小孩偷偷地把快測套裝玩具玩 他指出平日怕小孩會插得太入 弄傷自己 一般都會出手幫小孩做快測 有一天他揭發小孩偷偷開了幾盒快測 自行插入鼻腔 於是凡立即學子並問 你做那麼多個做甚麼 這些不是用來玩的 弄到鼻損了 想不到小孩竟然開心地說我都不痛 他又無奈地指 其實小孩懂得自己做快測都是好事 似乎也很有防疫意識 但同時也擔憂 他只是因為覺得好玩而這樣做這件事 我真的不想他覺得快測是一件好玩的事 不少網友看過鐵文過後都蓋探近年小孩 在疫情之下成長的苦房 就說很慘的童年 亦都說如今的小孩只有玩快測 玩手機 學鋼琴等靜態活動 其他動態的玩意 朋友社交 戶外活動等等 差不多都已經歸零了 疫情影響人類 非常之深遠了 以上來自HK01的網上熱話 這宗熱話的重點就討論到現在的小孩真的有點慘 加因疫情差不多不經不覺是三年時間 三年喔 一年班都去到三年班了 期間可能沒有見過同學 沒有正常社交 在家只玩手機上網課 結果這一代成長的小孩 在疫情當中成長的小孩 其實真的可以說是特別之悶 不過悶悶悶就不要拿快測來玩 以免習慣成自然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